港女相试案受害人母亲 说到女儿还是忍不住哽咽 眼看杀害女儿的嫌犯陈同佳 都已经在香港出运将近两年 还没到台湾投案 她不懂为什么港府就是不肯帮忙 即便看到潘妈妈当众哭诉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还是不接受之前潘妈妈的邀请 代表港府和被害人家属面对面讨论 如何把陈同佳送到台湾投案 而是选择透过媒体发言表示 责任在台湾 对于邓炳强的政治操弄说 陆委会声明稿回应重申 陈同佳案涉及台港双方管辖权 和公权力行使 必须双方政府谈好 才有陈同佳入境的问题 港府官员在访问时说 中国台湾刻意矮话我方 感到不解和遗憾 TVBS新闻综合报道